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即場教導知聞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仍會開通我們的電話 有事想問就不妨打電話來 電話二線204-6566 或者給電郵我們 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郭Sir 在旁邊的郭Sir,早安 早安 跟進回內地股市上午的情況 見到上證指數這一刻跌23點 半日收回2232點 滬深300指數下跌20點 收報2487點 深淨城址跌2點 收報8711點 今日三大股市都要下跌 而跌幅顯絕 介乎在0.03%至1.02% 而當中上證指數的跌幅更為顯絕 郭Sir,怎樣看? 近來我們股市一向都說強勢 究竟這個增長的勢頭 可否延續著呢 都是大家的話題之一 今天有回到是否屬於正常呢 除此之外 講回走勢之外 我想和郭Sir談到人民幣走勢 見到非常強勢 好似昨天來說 高見1元美元對6.1575人民幣 當中的升勢又在哪裏呢 人民幣升值的升勢 可否持續著呢? 郭Sir 我想暫時來說 人民幣呢 這麼多年來 都持續都還是強勢的 但是呢 似乎來說 來到最近這一刻 有一些這麼多是整固的形態 當然知道 任何的幣值都不可能永遠的上升 相對幾年前 我講了很多年前 106甚至11 來到現在近期的80 已經是30幾%了 其實人民幣長期的上升 對出口是不利的 大家就想想 如果你說一些外資 或者是外商去扣入中國的貨 人民幣的持續上升呢 只是匯率那方面 都會令到你的生產成本 是不斷上升的了 相對周邊的其他國家來說 我們的匯價如果上升的話 變成人家的貨就便宜了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的就是 我們自己本身的勞工的成本 是越來越貴的 土地的費用也都越來越貴 就是說 在經濟開放 早期廉價土地廉價勞工的優勢 已經完全沒有了 經濟也都逐漸逐漸 由一個生產去主導 轉移為一個消費去主導的體系 未來一段時期 出口對總經濟的貢獻 其實所佔的百分比 是會越來越低的了 所以國家政策 為了維持7或7.5%的經濟增長 很大程度上 在政策方面 是會放在內需和固定投資方面 這一點在幾個月前 我在很多分行講了 已經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大家要入市作任何的部署 除了看股市技術上的走勢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選擇的目標 我始終認為一定要看回政策扶持的板塊 所謂內需當然是衣食住行家電 醫療等等 固定投資不用說 一定是基礎建設和房建等 在這兩個大型的板塊裡面 尋找一個中線吸入的目標 這個才是正確的 當然整體經濟回亂的話 銀行業是百業之母 不可能不受惠 不過看看股市 近期來說 是升了很多 尤其是A股 由1849點到近日的高位 去到2270點 累積的升幅已經是相當明顯 高台有一點整固消化 其實是很正常的 不覺得會有太大下跌的空間 因為目前來說 大部分的投資者 包括一些基金或者一些經濟學人 都認為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 會回復一個勢頭 有些看上7.9%到8%的經濟增長 暫時相對第二季的7.5%經濟增長 第三季可能會微微上調到7.6% 至於你說會不會去到8%的話 可能勢頭未必會那麼速 當然最終要視乎政策的推行而定 但我自己覺得那一刻已經過了 有些外資幾個月前 或者半年前曾經出了一些報告 就說中國經濟很大機會會硬著陸 但看回現在的形態 根本上是屬於一個軟著陸的形態 經過一輪的技術上的整固和消化之後 股市的回用也吸引了資金再度的流入 A股暫時的勢頭是屬於一個高台 升後的整固和消化的格局 原則上來說未必會跌得太多 但技術上來說 三幾十點的反覆或者整固 這是很正常的 只要不跌穿的中期上升軌是沒有問題的 好,謝謝郭Sir 我們股市方面的分析 但我們現在想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E-mail 收到楊小姐發給我們E-mail 你好 問郭Sir就是三隻股份 第一隻就是493國美電器 他說未有貨 三個假月之後就會隨正 想問郭Sir可不可以買少少 前景方面又如何分析 這次的息率是0.007先 唉,不收到28了 其實國美面對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內地一些購物模式轉變了 我講很多年前 那時候未有網上購物之前 其實大家去買電器 當然是去到國美或者蘇寧那裡 看對的話 當然是給錢就買 他們就送貨 但現在大部分人或者不少人 去到那個門市部看清楚之後 選對了就抄下一個型號 然後在網上訂購的 網上那個銷售額 其實今年很可能會去到 二萬多億人民幣 可能會更加多 這個成為一個大趨勢 顯而見之 你越是多店舖 在以往來說 你那個市場佔有的分數就越高 但現在你越多店舖 你承擔租務的開支 人工開支 燈油火納開支 將會越高 但你的營業額 未必同步上升 可能國美現在都察覺到這一點 所以一直都發展著 一些網上的銷售 但自己就打自己 你沒有一個門市的陳列 人家怎麼會選購你的電器呢 但問題就是 你的陳列越大 你的點數越多 不是代表你的銷售額 能夠同步增加 所以對國美的看法 其實我就比較保守 不過 始終就是 家電這個板塊 都是未來政策扶持的 其中之一個系列 所以情況未必會去到太差 如果你說真的 資金去何 買少許 作一個部署 我沒有意見 但如果你資金得一注 我先說明 得一注的話 好老實說 我就不覺得你應該買國美了 相反來說 還有更加多個板塊 甚至家電的板塊 都有很多其他的選擇 好 謝謝你先 另一條問題 楊小姐想問 就是編號560的珠江船墓 她說剛剛入貨 在2.35元入貨 空間又在哪裏 都給予止蝕位 留意到股價方面 勢頭好像一般 其實不是一般 簡直是差的 一支、兩支、三支、四支 陰燭連續插下來 股價已經跌穿了一個月的低位 技術上處於一個軸沉底的形態 股份我們最怕的是走勢 我先講講 早前來說 在2.8元的防守性都不差 2.8元到2.9元 暫時來說 在當時 這裡有一個低位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一直以來 不跌穿問題 就不是那麼大 但早日一個陰燭已經跌穿了 然後再一下 連續三支陰燭炒下來 可以說 這個技術上的高台買的貨 全部被捆綁 面對只是捱打 和可不可能止蝕 來到現在這個水平 兩個三回幾比較關鍵 看看幾個月前 這個應該是6月25日的低位 曾經見過兩個三分子 如果你問我止蝕位 我會給你 是兩個三分子 如果跌穿了6月25日的低位 兩個三分子 技術上 就這一塊購買的貨 全部都要輸錢 情況當然不是那麼好 況且 這個下跌當中 你看 沽壓多重 一陣陣地撒下來 這些肯定 多或少都是止蝕的沽本 尤其是跌穿了兩個八之後 這一塊購買的那些 不對板當然要走 如果理性一點去看 這裡滑過來 是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但由高位拉下來 這條是短期的下降軌 整個下降三角形態 一旦跌穿了情況真的不妙 幸好你買兩個三分子 情況都不是那麼差 如果跌穿兩個三分子 就要考慮自己的防守性 到底是怎樣 兩個三分子 暫時二手不移工 兩個三分子 留意一下 第三條問題 就是問郭Sir 751創為數碼 他說都有貨 4.16入貨 今天跌回5千 去到4.18的水平 他說都留意到 跟阿里巴巴方面 一起搞一些網上的電視 即Smart TV 互聯網電視 售價方面很便宜 五千元不用 人民幣就有一部 他說既然是這樣 這個消息 可否帶動股價 可以再望高一點點呢 如果剛才你第一個問題問到家電 就反為拿著創圍 就好過拿著493的國美 國美是一個零售 其實來說 他的毛利是很低很低的 相反來說 你看回創圍751 以往值來說 7.6倍的市盈率 息率有5厘多 進可供退可守 股價也由6.67的高位 回調了不少 況且剛才我提到 未來在內需的板塊 醫、食、住、行、家電、醫療等等 都是政策扶持的企業 所以買創圍 我覺得遠比買國美為好 短期來說 創圍的股價 有少少整固代變的格局 暫時來說 不跌穿4元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不過如果拿貨幣不是太多的話 一、兩毫的反覆 你不需要在意 初步的阻力暫時來說是4.6 好 OK 先謝謝楊小姐 你發給我們的email 過測時間差不多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幾分鐘後 聽到阿國上說一說 大市方面的情況 恆指日 下跌130點 至22824點 休息一會 稍後再談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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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談 一會兒 2011